阿媽, 講到這個夫妻相處之道 其實你覺得怎樣可以令老公愛自己多一點呢? 經常告訴你, 你愛他 這麼簡單? 有些經常說, 我愛你, 謝謝你 是 好, 那我想問, 其實應不應該 或者你會不會在別人面前去跟老公吵架 或者說老公不對的事情呢? 不應該, 一定不可以做 是, 為什麼呢? 這是不只傷害你夫妻的感情 是 是你不給面子你的老公 是 這件事是最傷的 是 你在別人面前說你老公 以及在別人面前哭的老公 你就是不給面子老公 別人不給面子你的老公 就是不給面子你 是 這件事對男人來說是很傷心的 但是其實也這麼說 你知道, 可能有些男人 大家一出街, 可能有時候都會討論老婆 可能說, 哎, 我老婆啊, 這樣… 那你又怎麼看呢? 嗯, 聰明的男人 其實是不會去說老婆的 是 有時候那些男人會說, 哎, 我老婆啊 真是很煩啊, 什麼什麼什麼 那些就會有 是 真正的深入去說沒有什麼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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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告訴人 是 是 是 這些小事 真的都不應該把自己兩個老公 你老公在哪裡做事 你老公賺多少錢 你老公有什麼事 其實不應該告訴人 真的不應該 是 那唯有粉絲又想說 哎, 我老公啊 其實呢 出到去對著朋友啊 或者出去聊生意啊 人家都說, 他是一個很好的先生啊 很好的男人啊 很好的老公啊 但是其實他回到家 就經常發惡脾氣 就是發個老婆脾氣 那你覺得應該怎樣呢 他出去做事 他要做這個形象出來 他要做生意嘛 是 他要做這個形象出來 但是他有沒有壓力 他有壓力的 是 他回到你 誰是跟他最親呢 你咯 他發個脾氣一定是發在這裡的 因為他知道發在這裡 是可以沒事的 那你就應該跟他說 是 外面有得他做個好事 就是這樣啦 當他睡在床上 大家吃不飯 睡在這裡 你靜悄悄跟他聊 其實老公我真的很想跟你聊 我知道你有壓力 但是如果你回來這樣發脾氣 我也有壓力的 你慢慢跟他說 他會明白的 他真的會明白的 但是不要 他在發脾氣的時候 我當然有壓力了 不是這樣說 是平心靜氣 睡在床上這樣跟他說 是 你說這個對我 是很大的傷害 我不想傷害我們夫妻間的感情 所以我今天跟你說 那好了 其實夫妻間的問題 有時不多不少都會牽涉到家人 例如老爺奶奶奶 愛婦外母 或者對方的兄弟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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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遇到這些問題 怎樣可以處理得很好 而不影響夫妻感情呢 聊 當大家睡在床上 最好的時候聊 所以兩夫妻 我經常跟你說 一定有自己的時間 你有子女 沒有什麼要跟你一起睡 你一定要睡在一起 大家聊天 要不然就走出去 去沙灘 聊天 沒有人在旁邊 我結了婚 還要走到沙灘 你是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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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一些沒有人的地方 真的 沙灘的海風 你的人會平靜的 然後跟他聊 他的想法 你的想法 你的感受 他的感受 要講的 真真正正幫你的 是你老公 真真正正幫你的 是你老婆 是 怎樣去對外母 外父 你老婆不幫你 你面對不到 怎樣去對奶奶 老爺 兄弟姊妹 你老公不幫你 你面對不到 是 兩夫妻 最親的是你兩個 人老了之後 是你的盤 子女一定走的 父母都先過你 正常來說 剩下的只有你兩個 真的 你兩個要好好珍惜 要說出來 一個問題 為什麼會發達 小時候你不說 我忍你 忍 就是中了去 中了一條筋 發大的時候 就不能改 是 那好了 有句說話 盡量都不要和老婆交惡 這樣你的人生會美滿很多 你怎麼看呢 是啊 你想要和老婆交惡 你也不會有一個好的生活 你想和老公交惡 你也不會有一個好的生活 因為男人選擇逃避 你一惡他 他出去喝酒 喝到事不濫醉 才會發 男人解決問題 就是 不看逃避 女人還要馬上解決 這是男女的分別 男人要 不要說 我們不說就沒有問題 就是躲起來 那問題要你去答 女人不是 不是 你現在立刻答我 你要立刻答我 你要立刻解決 這就是男女的分別 但是如果大家可以退一步 一起商議 一起去談 那就沒有問題 你不想去察覺